到底出什么样的装备,团战才不会死,并且让我们的后裔能够无杀,他强任他强,东皇家当良,大家好,我是豆子,今天后裔的初衷来了,一个超级末世,一个无尽战刃,再来一件破晓,最后再来两个弃血之刃,光有这些还不能够保证我们在团战中不能够死去,所以明文方面我们还要搭配三无双, 新货源,十多粗食一年,最后,招化石技能也要注意,我们就选择狂暴,你要问我这套出装怎么保证,我们的后裔在传战中不服,我就会回答他能吸,明文16%的吸血,加上出装的50%,再加上开启狂暴之后的20%,我们的后裔,后期的吸血效果可以达到惊人的86%,好了,牛已经吹过了,接下来我们进入实战, 比赛还没有到达四级,我们就来到了对面的野区,看见了对面的服务处,就掏出我们的街,对面的人员纷纷的避让,就连对方的蓝灵王也被我们打回了塔内,后来中单貂蝉赶到,此时只剩下我一个人,我瞬间点了一下狂暴,此后开始回血,几个普通攻击回血的同时,拿下貂蝉,拿下第一滴血, 由我赶到鸡陪射手,我又趁机,用普通攻击,把鲁班七号送上了飞机,由此开启了我们的杀戮之弹,我们追着对方的鲁班七号,跨过了敌方的一塔,来到对面二塔的面前,不过对方的鲁班七号,还是成功的逃脱了我的魔掌,之后,中单又一次赶了过来,还带着补助明示银,靠近普通攻击我, 三下就把我们的后裔给击晕了,不过没有关系,前期我们的攻击率虽然不是很高,但是胜在剑毒,后来貂蝉也跑了过来,我使用了一个二技能,这一次我们又是一个二灵击破,我的天哪,前期我们是已经无敌了,前期我们的召唤师技能,和这一套明文的吸血效果,起了很大的作用,各位观众老爷都看到这儿了,麻烦点个赞,听说长按会有特效哟,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中期, 我们的后裔表现怎么样,比赛来到七分钟,妥妥的中期,我们独自一个人拿下了敌方的二塔,来到了敌方高地的面前,此时中单出来阻拦,我们的技能很全,所以立马开启了普通攻击,貂蝉看了大,不过没有用,我们三两秒让他坐上了飞机,辅助出来扛伤害,我们配合二技能直接把他送回家,路班七号更是几个普通攻击,加一个大招,他想动都动不了,坐着飞机, 就滚回了家,这一波,我们轻轻松松的拿了一个三连角色,自身还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,而且我们连狂暴都没有开,简直是无敌,后来我们刚刚十一级,果方的辅助,追着对面的打野就来了,开着大招,他就逃命,还是没有能逃出我剑的范围,中单貂蝉复活,又一次开启了大招,我二技能起手,一个普通攻击,180金币,辅助又一次追了过来,我翻手几个普通攻击,三连角色, 一个大招,定住华木兰,专心攻击,路班七号,四连超凡,华木兰跑了过来,可惜已经晚了,我们几个普通攻击,就达到了五连爵士,高端操作,多写,简直是无敌,此时我们刚刚十二级,出装才刚刚出到破晓,后面的气血之刃还没有出,就已经这么厉害了, 大后期的后裔,可想而知,说来就来,我们还在中路,清理着兵线,下路就已经开启了团战,我朝着人堆,一个大招飞了过去,最后绕朝着人堆,一个二技能盖了过去,我们直接三杀了,我的天哪,上了高地,我们又碰见了路班七号,还是几个普通攻击解决,看见花木兰,我们二技能一放,他半管血就没了, 又一次拿到了150金币,于是,我们又一次的五连爵士,我的天哪,这局比赛已经两次了,对面的人员已经团灭,这局比赛可以说是大决定,下面我就来讲一下这套出装的优缺点,优点很明显,吸血能力超强,团战不容易死掉,缺点也很明显,由于我们带的是闪现,所以缺了一个位移技能,总结一下就是团战可以用,好了,我是豆豆,我行,你也行,我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观看